很嗆中國絕不會針對 射下氣球而道歉 美國總統拜登更喊話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該開城 布公共同查明氣球真相 但認為日經亞洲卻披露 幕後黑手可能就是解放軍 戰略支援部隊成立於二零一五年 正式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傾典創建 戰略支援部隊身負散大任務 其中就包括太空站 曾在二零二一年以氣球偵查美軍 在南海的航行任務 而CNN更引述轉扎推斷 空飄至美國的第一顆氣球 是從海南島升空 有中國夏威夷支撐 但海南島同時位處戰略核心枢紐 擁有軍事基地 二零二二年美國衛星影像曾拍到 海南島的潛艦基地 從四座碼頭擴大為六座 包括華盛頓郵報也分析 氣球從海南島升空 原計畫飛往關島 卻因強風偏離路線 一顆氣球中美交鋒 究竟是常年精心布局 還是某一方失算下錯期 仍有待調查理清 三地新聞 監視會報道